身为植物性饮食者的李鸿途 到山上耕耘后 结识许多部落小农 他也发现部落的饮食智慧 非常值得学习 所以今天他们来拜访这一位 拥有好手艺的泰雅族祈老 陈瑞仙 我们叫五鹿 我们泰雅族叫五鹿 这是他的妈妈 这是那个 芋头 黑芋头 它是里头是芋头 下面它是它的茎 这是它的茎 芋头的茎 所以我们菜里面有很多 很多东西 食物 从根部 从茎到叶 都会拿来做药草 或者是吃的 或者是香料 在全食物精神还没风行的年代 原住民的饮食习惯 早就存在物尽其用的哲学 这里 招荷菜 这个 招荷菜 这是达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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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现在是吃着的 它这个从我们奶奶 老老老奶奶就有了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的 很多部落的祈老都会讲到说 他们传统的食物现在不容易采质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透过吃来把这些食物找回来 吃多少采多少 小分量的采集 确保野菜的种类 这样一来也不会浪费食物 山上有一些野菜感觉都比较凉 所以我放榻姜 一定要放姜 然后麻油 麻油的话就 其实你要说太寒 不要吃不要吃 我觉得不对 你要让植物相浮相成 不要再 就比较多元摄取 对 向部落学习原味蔬食 透过交流与分享 能够为蔬食者的餐桌 带来更多不同的风味 这个看起来好像那个也是野菜 南瓜叶 南瓜叶 这个配套的 南瓜叶 南瓜叶可以用 你吃看看你吃 好好吃 好吃 还有你吃这个芋头 稍微弄加一点点 芋头沾这个 对 很搭你吃看看 对好好吃 原来可以这样搭 很搭嘛 很搭 因为我们平常如果 譬如说在市场看到的 可能都是一般我们熟悉的大社会 因为你常常看到青江啊 小白啊这样子 你看不到这些什么 昭和草啦 什么南瓜叶啦 面对远方来的好友 齐老也分享着自己对于植物性饮食的观点 你看哦 我这拿动物好了 就是猛烧那只吃肉的很凶厚 可是那个羊的吃炒得很温柔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都吃一点蔬菜水果 我们的心情会比较柔和 会温柔柔和 然后再上一个谦卑 喜爱部落和大自然共处的智慧 但是李宏图他不选择荤食 而坚持友善大地的蔬食路线 其实是来自他认为 圈养动物其实相当不忍道 从部落带回来的饮食智慧 以及多年来对于有机农业的经验 李宏图也定期举办共食聚会 希望影响身边的朋友能够更重视饮食 现在很多小家庭 那也都是外食 那不容易吃到好的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 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共食 我们是希望团圆共食 那团圆呢 我们不是只有说跟家人 有志一同的 或者共同的同好的社团社群 我们一起来共食 聚会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材 这些食材都是市场或超市 相当少见的部落蔬菜 这个豆子非常有趣 这个是我们叫它原住民豆 它的名字叫拉盖 然后这个豆子呢 就是我们它里面大概 根据我们的观察大概正常 它有十颗 那这个豆子我们就是蒸熟吃而已 所以呢我们在饮食的部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刚刚讲应食四季 我们在烹饪的过程 刚刚有讲从产地到餐桌接道德 这个概念嘛 那生产的过程这些就是来自自然啊 那我们在烹饪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尽量保留它的原食原味 满意现在有再吃到吗 因为那白菜现在又吃到吗 都没有了 我说我们现在要重视两个国际的议题 一个我们农药一定要越来越少 第二个我们要开始重视杂草 我们认为的杂草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食物物种多样性 所以联合国在提到原住民的自然知识 可以救人类的永续问题 什么永续 环境的永续 你健康的永续 透过吃饭 分享理念 也让许多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吃这边东西 又找回我小时候儿子的记忆 我是说像很多有机店 它的东西虽然叫有机 可是它没有小时候的一种味道 然后我想说可能是因为福利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地 它同样的种法 它可能产生的味道也不一样 尤其今天的这个贡山 那个食材都是非常的原始的 不添加什么任何物 所以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环保 我是觉得我人生是第一次知道 那么多元那么种类的那个食物 而且每一种口味 我都觉得非常的自然甘甜 这是我很驚喜 关注有机农业 到部落耕耘 甚至举办共识聚会 离宏图的意念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回台湾真正的食物能量 那就是找回台湾真正的食物能量